在新赛季中超开打,还有一周左右时间的时候,广州恒大和北京人合在天河体育场进行了一场热身赛。 最终广州恒大依靠卡利斯卡和保利尼奥的联络竞球。 第三,一击败了北京联合,取得热身赛二联胜。 上一次热身赛击败的对手是和南俊越,本场比赛。 卡纳瓦罗罗在首发阵营中,派出了曾成、张林鹏、布朗宁、保利尼奥、卡利斯卡、何超、张鲜文、高林、李徐鹏、高准义、刘士豪。 其中何超、高准义、刘士豪和张鲜文四代新人连续首发,也说明了新赛季在联赛有望成为主力球员。 而作为李皮远中的政治接班人选,何超在用稳定的三辉来迎得卡纳瓦罗罗的信任。 作为广州恒大之前很想引进的年轻球员,何超这次也是从长春让他转会到广州恒大,在一支冠军球队踢球,还能够参加万贯联赛。 这并于何超也是一种虚拟。 而在新赛季开打之前,何超已经在热身赛,展现了自己的不俗发挥。 在广州恒大击败北京人和的比赛中,何超送出了精准助攻。 比赛第八分钟,广州恒大会得脚球机会。 这次主罚脚球卡纳瓦罗,是任何超来踢,而不是张鲜文。 也说明了何超的任务球讲法得到了认可。 何超将球送到门前。 准确的中立高超的塔利苏卡。 塔利苏卡力压对方球员投球轰炸等手。 何超也是非常兴奋的跑线队友。 虽然兴奋计何超失去了幼二三球员的政策保护。 但是在队长政治,进入退役大戒时和徐星即将转会其他球队的情况下。 何超也让凭借热身赛的稳定发挥获得主力位置。 何超也十分幸运。 除了政治在一旁指导外。 也可以跟在法律迷漫身边踢球。 学习中国和巴西人道运信赫兰球员的意识和经验。